林泰 经过这两天的考虑 我决定了 我跟你走 你真的决定了吗 林先生 你不要紧撑着 如果觉得哪里不舒服 马上通知我 好的 我知道了 你要出去吗 出去一趟 医生 他现在这种情况 是不是不太适合到处走动啊 没什么大问题 今天他血压很稳定 状态也很好 但是还是要注意 不能吃太凉 和太刺激的东西 谢谢医生 那我先走了 你去哪儿 我陪你去 医生都说我没问题了 你还担心什么 可是 你 莎拉 你不用担心 我只是出去一下而已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人生不要留下遗憾的 你是要去找伯父 先走了 早点回来 你回来 你лов回来 我 我 你 是 跟我水平也没差多少 它钓到了一条抹布 抹布 沙拉小姐 李先生在电梯口晕倒了 快 把这个药给他扶下 好 怎么样 它怎么样了 怎么办医生 他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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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医生 你救救他吧 我叫你救救他 实在不行我们去医院吧 你先别着急 像他这种情况 不好随便搬动 先看看再说吧 医生 他的血压很低 很危险 医生 医生 我走了 没有我的日子 我想你一定会比以前幸福吧 也许 我们就是传说中的有缘无分吧 祝你们幸福 再见 希望我们再也不会再相见了 你放心 李先生的情况已经基本稳定了 他太虚弱了 需要好好休息 他就等我 他就不能这样 我 想到对 你 我 沙拉小姐 李先生的情况很不好 吐血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而且吐血量越来越大 以后的情况 就会越来越糟糕 你们还是入院治疗吧 今天他已经 试血行修课一次了 我要是能劝得了他 他就不会在这儿了 如果再不接受化疗 他的生命 将持续不了一个月 医生 你还有其他办法了 对不对 对不起 我真的是无能为力 还有谁能劝得了他 医生 你帮我照顾一下他 我马上回来 李老 有个叫沙拉的姑娘找你 沙拉 请她进来 您是李绝义的父亲吗 我是 你是 我是他助理 我叫沙拉 你有什么急事啊 他得了胃癌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求求你去劝劝他 他不肯去医院接受治疗 他再这样下去 我不知道他还能撑多久 快带我去 李老 衣服 她说 安 他 他 证医 他 你 你 你 他 你醒了 爸帮你 您为什么会来这里 莎拉告诉我的 上孩子 生了这么大的病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你会在乎吗 我怎么会不在乎 你是我儿子啊 那你为什么要抛弃我吗 抛弃我 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不想带着遗憾 离开这个世界 你能告诉我当年的事情吗 我想走得明明白白 可以吗 我我 我 我 你 我